AM730的讀者,大家好,我们是Pixel Battle是一个好想法 so far 其实本身有 会有Crossover,亦会有表演 但当时我诚心不想在solo上 因为始终Pixel的演出 我们想很多时候 我们三个都在台上 想齐心一点 其实是在计划出album 但很希望可以在solo前出到album 我们的album 叫Pixel 想用回我们最远 最远 为什么跟concert有关联 我们的concert 其实是跟Pixel的名字 整个Pixel的名字 会拆解一些拍手 就在演场上呈现给大家看 会show表演 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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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 再看一看 尽量吃清一点 为什么我会看影片看茶餐厅 就是因为望梅止河 他经常都是这样 很有趣 因为现实上是在吃生菜 但很想吃星洲炒米 那就去看茶餐厅 我现在是在增加糖 所以可以的话都会吃清一点 但我也不会介意吃肉类和淀粉质 我反而是要 希望可以一日吃多几餐 亦都有 喝这代餐 介意宵夜 介意宵夜 因为我很喜欢吃宵夜 宵夜有什么选择 我会煮麵 以前煮麵 很棒 接着要叫麦当劳 我都会 以前是全家一起叫 现在就开着冰箱喝水 大家是全结了 还有就是目标清晰了 入行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电视台 也有悬面公司 所以我们有接触的範疇 可能会比较高 可能做艺也好 演戏也好 或者拍戏唱歌也好 然后大家认识了不同的範疇 其实同时间是 认识自己多不多 所以大家会更加清楚 我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或者我想给一个方案发展 所以慢慢我们就会开始 现在各自都有 自己心目中的追求 每个人都有找到自己 一个最舒服的种类 可能他是唱歌 他是跳唱 我在演戏中 找到自己最自重的 他对演戏有一种 不是执着 是有一种狂热 对演戏 他不单止是演戏 他喜欢看 他喜欢欣赏 所以这件事带给他 一个沉稳 一个自信 而是我将演戏的自信 放在音乐上 可以这样混用 以前不懂享受 现在反而不懂 享受多些 我觉得享受很重要 无论在任何东西 演戏也好 唱歌也好 跳舞也好 只要你享受你就会好 去发掘更多东西 成熟 稳固 是 是 这个很难 外面观众 不知道 新层代謝慢了 不是 就是 现在呢 早上做事 晚上就会 有人说 你的松枝爆出 岁月催人 现在再松容不逼 他现在不是就是 平时在镜头后的吴启良 就是跟我相处就是这样 他就是把我平时大相处的 放在现在这一层 那可能以前比较 容易 认真了 哈哈 做保问 认真一点 现在也认真 不过可能 懂得 拿回那把尺碗 应该搞笑 是他好像有棋场 那要有那种 就是那种 就完全是那件事 那就要发现 那做形式 入行的时候 不懂相处 不是说笑 就是 那时候未找到一个 适合自己的造型 其实现在未 真的找到一个 最适合的 其实都不断寻求 一个比较好的 造型也好 所有对作品的态度也好 是的 都想求进步 就是我会想 如果四大天王中 我想追求的就是 章学友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就是 一个郭富城 分配一下 哇 那你是谁 你是谁 你是英秘 对啊 你是谁 我不知道 你是谁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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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是 sell 偶像派的 但是 不想pick up 有时 有时 哈哈哈 藝術家性格 不想pick up 琴 真的 好 因为以前有一个 很紧张的经历 就是觉得很 钢琴 带给我就是压力 所以唱歌带给我快乐 那我就做唱歌 最重要是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态 虽然大家各自找到不同的目标 但是目标也是 希望令到pixel的power更加壮大 这次的演唱会是 很希望给观众看到我们三个 首先是一体 表演的坏是一心 以前是绝对是这样想的 但是现在反而反而 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是不会遇到大家的 也不会遇到现在的团队 就是想我其实对自己是无益的 因为只不过不断转过牛角尖 但是你不会帮到身边任何东西 反而是反而反而是反而向前看 我觉得这个是命运来的 就是你控制不了是怎么发生的 那便不做好现在要做的事情 现在现实一点 没那么多幻想 有什么幻想 以前幻想 我以前想到很多很大的舞台 都会要到处ät tell 寥寞 до惹得寄 现在就是想重心在于做好作品 以前可能 未药尼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会去看k Rachel 是 比如比如BTS B haul Arizona 大家就是会看那些 aparecer的 所以就去从世界当中 去拍那些周固 还有那些胸零 就是 腦里面一直也会发生生的 这样做案 这些 Abend 由于中国当中 原來準備一個MV 今天跟你說 下個星期就要拍了 適應了 適應了 我想 只不過是那時未清楚 行裏的規矩是這樣的 行裏的運作是這樣的 但現在一個人 我們都清晰了 周圍發生的事 所以其實是明確了 反而不是說失望 明確知道自己要做些甚麼 不可以做些甚麼 這些就是自己去做一個平衡 怎樣都可以用一個不高預算的錢 來拍一個好的MV 怎樣可以用有限的資源 做一首好的歌 這些都是調節出來的 其實這一行就是這樣 很多事不是自己想就是發生的 我都控制不到出一個作品 會有多少人喜歡 那就是自己爽 最重要是自己爽 做好的作品 旁邊整個團隊唯一一件作品 的時候 是我們這個團隊很滿意的 吸出到街的觀眾 喜不喜歡 是另一件事 要看得那麼開 你不看得那麼開 就很大壓力 會轉牛角尖 有幾個月 會有幾個月 會有十幾個月 都沒有一件事 我們要說服上那天 首先 很長時間 是需要很長時間 現在 所有事情都是學習的概念 你看到很多大前輩都用了二十年、三十年去做一個作品 大家都仍在追求、尋求、學習 現在的黑影學可能在黑影學 沒錯 觀眾都是善變 不應該太介意別人怎樣看我們 而是我們怎樣去展示圖片給別人看 這個人要過別人看待我們的看法 下一首 我的意思是我們Pixel永遠的下一首歌 不是接下來這一首 因為其實每一次作品就是 你可以看到上一次的所謂的不足 所以下次再做得更好